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主场战胜森林郎之后 胡人球迷们已经开始畅想他们的首轮对手灰熊了 尽管他们是西部第七号种子 面对灰熊没有主场优势 同时实力似乎也比对手差了一截 但是话说回来 拥有詹姆斯和农眉 这依旧给了不少胡人球迷很大的信心 不过和胡人球迷信心爆棚形成相呼应的是 胡人后魏丹吉洛拉塞尔非常尴尬 他几乎是遇到了一个他最不想要遇到的对手 这次面对灰熊 拉塞尔面临着一个很极端的现实 要么打出身架 要么沦为平庸球员 胡人绝对是一只会让你收获名利 同时也可能让你身败名列的球队 过往的波普 卡鲁索 库兹马在离开胡人前后拿到了大合同迅速成名 但也有像施罗德 威少这种在胡人打完 随后只拿到底薪的球员 胡人就是这么极端 拥有巨大曝光度的洛杉矶 他们不仅会让你的优缺点完全暴露在聚光灯下 同时一旦你发挥不好 你有可能面临的指责 会摧毁你的自信 让你恶性循环越来越差 直至低谷 一个拉塞尔走了 另一个拉塞尔来了 如今效力于胡人的拉塞尔 他下一份合同 就看季后赛能够逆转颓势了 附加赛对阵森林郎 拉塞尔从第三节中段被换下 直到结束 期间他只出战了31秒 你没看错 连一分钟的时间都不到 他只在末节和加时赛出战了两个回合 他没有出手 只出现了一次失误 好在普林斯没有命中那季三分 否则的话 拉塞尔绝对会是胡人的罪人 这场关键战役结束之后 拉塞尔被胡人球迷贴上了硬仗软脚虾的标签 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在关键时刻被弃用 效力森林郎的时候 拉塞尔就在季后赛面对灰熊的第六场生死战 莫节被血藏了 那场森林郎教练组 甚至用被胡人球迷嘲讽为胡人侠的迈克劳林 都不用拉塞尔 这一次 哈姆同样使用底薪的施罗德 也不愿意用拉塞尔 如果你只看拉塞尔的投篮热图 你会发现他是一名进攻无死角的球员 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出手 加盟胡人之后的三分命中率 甚至达到了41.4% 场均可以投进2.7几三分 然而 就像很多人说的 数据会骗人 如果细分的话 拉塞尔到了关键站 很多时候都会被限制 除了森林郎时期季后赛被弃用之外 拉塞尔的另一次季后赛之旅是在篮网时期 当时他面对的是76人 费城给拉塞尔安排了西蒙斯加巴特勒套餐 在两大顶级防守人的限制下 拉塞尔打得极其难受 他场均用了20.6次出手 才只拿到了19.2分 投篮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 分别为35.9%和32.4% 76人对拉塞尔的防守策略 就是给足身体对抗 不给太多的投篮空间 如果他能创造一些投篮角度 这是76人可以给的 但是找不到手感的情况下 零星的出手 并不能让拉塞尔找到进攻状态 他的打法和节奏 对于一名核心球员来讲 是非常致命的 拉塞尔其实是一名静态天赋 非常出色的一号位球员 然而 他的球风却是慢慢悠悠 几乎过不了人 挡拆之后 拉塞尔直接拔起投篮的能力 同样不强 他强的地方在于 他能够投大量地追身三分 阵地战 只要没有十足的空间 踩不到点 拉塞尔的进攻几乎就不行了 这也是季后赛的弊端 没有人会认你宰割 大部分的对决 都是一个回合 一个回合慢慢磨 而拉塞尔在这些对决当中 只要面对对抗强的防守人 他往往就会吃瘪 上一次 面对灰熊已经被弃用了 这一次又是灰熊 拉塞尔的状态 让人捏一把汗 如今 拉塞尔的身价已经成了胡人球迷 热议的一个话题 在大部分人看来 拉塞尔绝对不值得一份 起薪超过三千万美元的合同 他是一名在多数时候 能够锦上添花 却无法雪中送炭的球员 而这次季后赛之旅 将决定拉塞尔下一份合同 有多大 幸运的是 这一次 拉塞尔的身边有 詹姆斯和农梅 这两名身经百战的强力队友 至少迪龙会去队位詹姆斯 而不会再大量时间去照顾拉塞尔 如果这种机会都抓不住的话 拉塞尔未来的合同 连2500万年薪都很难拿到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 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 NBA本赛季季后赛的对阵形势逐渐出炉 而在季后赛的队伍中 年轻的国王是最不受尊重的球队 尽管他们时隔16年再度杀进了季后赛的行列 并且一举冲进了西部前三 但是回过头来 没有任何季后赛经验的国王 则是成了西部下游球队争相挑选的对象 最终 勇士被认为捡到了便宜 他们被送到了国王的面前 这组对决 也被认为会是一轮对攻大战 勇士则是成了这组系列赛 更被看好的一方 毫无疑问 国王主帅迈克布朗是这组对决中 最受到关注的一个人 他不仅在勇士担任了多年的首席助理教练 并且布朗在过去这个赛季 刚跟随勇士拿到了总冠军 可以说 布朗是联盟其余29支球队当中 对勇士最了解的主教练 在他离开之后 勇士的核心阵容依旧没有改变 最关键的八人轮换阵容 除了迪温秦佐之外 库里 克莱 格林 维金斯 卢尼 普尔 小佩顿都是布朗非常熟悉的球员 甚至库明家都是在布朗眼中 逐渐成长起来的球员 用了如指掌形容 布朗对于这只勇士的了解程度 一点都不过分 勇士和国王的系列赛开打之前 勇士后卫库里也谈到了布朗 可能会使用的防守策略 他表示 如果布朗对他使用一钉四连 派专门的人 钉防库里 其他四人守连防 的防守策略 他不会感到惊讶 库里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他 布朗 之前在我们这里执教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对我们很熟悉 在防守方面 他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如果在对阵我们的时候 他使用一钉四连的策略 我不会感到惊讶 当然了 我们对他也同样很熟悉 当库里如此说完之后 说实话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此前的绿军主帅乌杜卡 当时乌杜卡在季后赛面对篮网之前 他亲口承认自己在篮网做助理教练的目的就是为了观察杜兰特 研究杜兰特 结果 在季后赛首轮 乌杜卡的防守策略 让杜兰特非常难受 后者可以说是打出了他职业生涯最糟糕的系列赛之一 绿军也完成了对篮网的横扫 当然你可以为双方的阵容找借口 但乌杜卡对于篮网和杜兰特的熟悉程度以及战术安排 同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这一次 勇士就面临了相同的问题 他们遇到的是非常熟悉自己战术策略的教练 勇士虽然被看作是更可能晋级的一方 但真打起来 勇士不见得会有多么顺利 站在布朗的角度 显然 他也一心想要证明自己 在过去的季后赛 布朗早早和国王签下了四年合同 他在西决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会离开勇士了 而本赛季 布朗带领国王刷新了一系列的记录 除了带队时隔16年进入季后赛之外 国王的进攻效率高居联盟第一 他们进攻可以用错枯拉朽水泻银地来形容 布朗把勇士的部分进攻体系带到了国王 萨布尼斯就是一名组织 个人进攻更好的格林 国王的进攻几乎没有软肋 另外 勇士客场输给没有约基奇的绝金 他们这么做 在大部分人看来就是为了规避太阳 首轮挑选国王作为对手 对手的这些行为 国王不可能不知道 尽管科尔嘴上说着他认为 布朗是本赛季的最佳教练 但是他们挑着国王的行为 一定会让国王非常不爽 勇士挑国王 国王又何尝不是挑勇士呢 常规赛最后阶段 国王只要能战胜勇士 后者就可能会被胡人挤出前六的行列 那样的话国王的首轮对手 就会变成胡人 结果国王选择了轮休 他们直接送给了勇士一场胜利 把勇士留在第六的位置 布朗和他的国王 同样想要在未免冠军身上证明自己